欢迎欢迎光临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总 嘿来看一下投资必修课 任清标股的三大涨项 如何买在其涨点 哪三大啊我又不知道 你觉得哪三大我也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老师 我好像只听过八大 你听过八大 八大还是 我没有啦 为什么八大看见见老师 见见老师常常去八大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导播 八大电视台 对啊对啊 你常去八大电视台的那个录音 对不起是我想歪了 八大关股航库 对 对不起又是我想歪了 都是我做 有点来如此 Luna你不要挖陷阱给我 我不是八大讲清楚吗 我现在要讲快一点 要讲快 我以为八大 就是八大电视台 跟八大 怎么样 行库 对不起 三位老师来请教三位 最章业最了解八大的三位分析师 没有错吧 第一位江国中分析师 江国中老师哪里好 好的 大家好 今天主角人讲的这个是我认为在技术分析领域当中最重要的面向 面向好运气就好 面向不好 你需要马上去做调整 所以我认为很值得敲碗 拿板凳期待 好 拿板凳期待 板凳期待 期待 要变期待学了 江江老师的line参考一下 好不好 登登登登 哇一些 哇是产业界出身的 我产业记者 我这个是资深前辈啦 好老师的line跟这个 掃一下QR Code还有line 第二个雅琪 雅琪你好 甜心 小甜心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台股经过去年的夏点 那今年怎么买在奇长点 怎么买在甜甜价 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喔 帮你找到跟我一样甜的股票 哎呀跟他一样甜的 哇塞 雅琪老师虽然很年轻 对 刚出道 可是人家学经历还算OK 还算不错 台大经研所的 好不好 那line 这个也加一下 好不好 跟大家支持一下 男的帅女的美 江老师我这样形容你可以吗 可以 我很想去梳一个跟主角人 一模一样的发型 主角人 主角人 他这个发型我也觉得不错 对今天非常好 第三位 油头 油头粉面 油头粉面 你这头发真的不错 我今天这头发不错 来维太老师你好 YES 就搭配这个LUNA今天的服装 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标谷的三大长相 YES 来吧 那我们请维太老师上来 维太老师来 你来 你明明就是怎么样 你明明就是叶问这一派了 来吧 比一下吧 比三招就好 所以知识不过标准 不够标 不够空手道的知识标准 不够好不好 来 老师 认清楚标谷 空中道起源是在哪边 日本 日本 YES 好 标谷三大长相 如何买在七张店 对 好 这个青春开红盘 第一天大涨560点 对 一开盘就大涨300多点 光开盘就涨300多点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在年前啊 这个卖股票的这些投资朋友 心都凉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直接被嘎空手了 尤其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有3.4万的股民在年前 就是农历春节之前就卖股票 可是没想到台积电开红盘 第一天就大涨了40块钱 是 涨幅将近8% OK 所以这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朋友就是 现在在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所谓的被嘎空手的困境 我该怎么办 是 这个好像数据也没出来嘛 不知道这一周他们有没有买回来 我认为3.4万股民 顶多5千人买回来 我觉得 搞不好更少 更少 搞不好更少 气死了 第一天 哎呀 涨了40元 第二天 你看跌了20千块 对为什么我说更少呢 就应该从这个统计资料来 面对看好的股票大涨会怎么处理 这大多数人的回应是什么 第一个 这我们做统计 我们做统计是 这我们做统计是 对 还是是网路上的统计 网路上面的统计 网路上的统计 对对对对 这网路上的统计是说 大涨会怎么样 Key 系啦 散掉APP不看盘的 直接盖盘不看了 直接盖盘不看了 直接盖盘不看 这是第一种 所以不是直接买 好第二种有人直接买 不管372 11 3824 3967 直接买回来 是你数学真好耶 对对对 但又怕被盖牢 我这个表情做不错吧 太棒了 主持人就是要这样认识 对 好 这就是第二种 就是不管3721 直接买回来这种也是有的 对 那么第三种就是比较少 它是不气馁 但是找机位逢低买回 不过通常呢 找机位逢低买回 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就会怎么样 忘记了 就忘记要去买回来 然后最后他又回到低点 然后没买到 又涨上去 然后才发现 糟糕我又错过第二次的买点 是 所以这个大部分告诉你 大部分其实 看好的股票涨了以后 他不太会理 对 要不然就忘记了 对 算你直接买回来 可是他又怕套牢 那怕套牢他其实又不敢 全部加码 是 所以其实这边这一波 3.45万的股民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回头 没关系 我告诉你怎么看标股 老师要告诉我们 对 我也要学啦 老师来看一下下一个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如何在第一天被嘎空守咒 是还能够把它买回来的一个方法 第一种 就叫做一飞冲天型的标股 嗯 这种所谓一飞冲天型的标股呢 基本上他的特色 一天冲飞也可以啦 你看稍微讲错了 一飞冲天 一天就冲飞了也可以啊 一飞 一天冲飞 这时候讲错字是很幸福的 对 一天冲飞了 OK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 它上涨过程当中只有单日拉回 有时候甚至就盘中拉回 是 当天盘中拉回 尾盘又拉上去的都有 OK 那单日拉回或者是当天拉回 随后 就继续往上去做一个上涨的动作 是 例如说一些材料中建的一些中小型股 小型股 OK 股本可能不到10亿的 或者是一些生计股 还有非常好的题材 或者是有所谓要证在后面去做支持的个股 通常都是属于这种所谓一飞冲天型的标股 好 那么第二种呢 其实 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常看到的 这台北股市有些中小型股常看到 叫做N字型标股 N字型标股 它股价会上去 然后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就好像写一个英文字的那个N 英文字N一样 那它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上涨过程当中 它是会回档的 可是呢回档的幅度也不会太多 大概在10%到15%左右 那短线上面修正之后 又会再一次出现这个上涨的一个表现 那通常这样子的股价走势 比较常见到是在所谓的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 比如说在50亿股本上下这种股 我都比较常常会见到 OK 好 那么再来第三种 最常见的标股走势应该是N字型吧 还是阶梯型 我觉得 比较是在N字型 好 因为就涨多了稍微休息 就拉回 对 阶梯型的这种涨法 其实我个人判断是 它不能够称之为标股 阶梯型不是也像N吗 阶梯跟N到底差在那边 其实阶梯型它是要花多一点时间 它在整理会上就需要很多时间 就是整理回很多次 斩一下回一下斩一下回一下 对 比如像N字型是斩一大坡 休息一阵子 对 那阶梯型呢 按照我们过去的一个就是所学 它有个像是我们之前所提的 股票箱理论 不知道蒋老师有没有听过 股票箱理论应该是有的 股票什么 股票箱 理论 股票箱理论 就是它在这个股票箱展完之后 会再上去另外一个股票箱 就好像它在走阶梯一样 阿老师就像它 昨天讲的火车便当 月台理论 火车便当 月台便当 福隆月台便当 福隆月台理论 太饿了 太饿了 可以挡到前面一次高点的附近 然后呢回测完之后再上涨 或者是它回测时间 通常有时候会拖累比较久 它就不能够说 我们常常所谓的那种标股 它可能是属于波段性上涨的一个股票 那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因为它是这个 拉回时间比较久 充满可能比较凌乱 它通常比较出现在大型股的部分 大型股 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一个阶梯型的 一个上涨的一种走势 好阶梯型的上涨的走势 所以注意一下这三大标股怎么买 我们来看一下 好 OK 第一种就是 其实很简单 越强越要买 如果这三涨 这个所谓三种类型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还是要挑强势的买 也就是要挑这种所谓的一个第一种 就是一飞充天型的 一飞充天型是买黑不买红 对 买黑不买红 就是它只要短线上面一天拉回 然后止跌讯号出来 就可能要去做买进了 那通常这类股票 常常因为它的股本很小 容易被阻力 这个筹码被锁定 那这时候就会 只会出现小幅度的回挡 那通常我们都是 属于参考五日线 有些甚至是 参考这种为三日线 都是属于这种 一飞充天型的一个股票 它在这个均线上面 参考的一个采用 那上涨过程当中呢 只要藏红隔天 它出现这种小黑K 记得喔 是小黑K 不可以藏黑 不可以出现代量藏黑 它只要出现亮缩的小黑K 基本上就可以去做一个买进动作 好 另外一种也是 爹就买 好 第二种 碰碰碰碰碰 是这样发音吗 碰碰碰碰 碰碰碰 也是歌吗 碰碰什么 这可能在问什么导播 我刚才录影前老师还说 这个我来表演就好 自己加码 碰碰碰碰 我都不知道什么说 好 第二种来神机妙算法 就是一跌一跌就买 就是可能跌一次两次三次 那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通常就是 股价的一个 10%到15% 这个幅度呢 之后呢 拆掉之后 就会再往上去做走高 这个意思 10的意思 跌10到15%再买 10到15% 适用什么 通常这是N字型标股 来我们看看左边的N字型 来看一下左边的一个 N字型 好 那这个是什么 好 第三种 勇者无据法 就是拉回前高做买进 因为有时候其实 这个个股的一个拉回 它可能是 用时间换取空间的 通常这种大型股就比较容易看到 例如说像这个台积电 联发科等等 因为股本比较大 它不太可能连续做大涨做喷出 如果今天台积电第一天涨8% 第二天再涨8% 大家就疯了 对不对 是 台北股市就疯了 一天涨500点 很快的1万8就到了 是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每个人都做股票就好了 是不是 是因为有一个住在桃园旁边 中立的一个选民有问题 Luna 你拿错了东西了 你知道吗 好 那我想要问老师 是你拿错了 你看一下 拿看一下看一下图 我知道 因为没有老师 对啊 好 你知道 那我想要问老师说 这是三种形态 到底要怎么抓 那个听孙点 还是听力点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 果然是住在中立的一个 这个投资人 对 住在中立 OK 我很难问的 首先 这三种基本上他们最大差别在他们股本的大小不同 对不对 OK 那通常小型股就是要看这个主力我们又出货 那通常主力出货的现象大概就是连续性的带样长黑 如果看到这种所谓丑马松动的情况 可能 我们手中的持股就要去适时去做一个停损跟停力的动作 那如果说是N字型标股 这种所谓N字型基本上它比较 这个based on在形态学的部分 所以N字型的标股如果说它是拉回跌破 跌破墨升低 也就跌破减限位置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去进行所谓的一个 获利了解或者是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那第三种就是属于中大型股 中大型股通常会动一定都是法人在买的 所以只要看到法人 尤其是外资 原本一直买的外资 突然出现由买转卖 这时候可能就要跟着去做个出场 好 由买转卖就要注意一下 所以不是不只是跌幅 有时候看筹码动向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来 就是叫买黑不买 红吧 怎么办 好 怎么看 这个最近的一档非常强势的股票叫 划锦店 6788划锦店 它四个交易日就大涨了 百分之24.6% 那因为这档个股可以先看 它的股本只有3.47亿 对 它是属于一非冲天型的 其实10亿以下就算很小股本的 很小很小 对 那符合小型股的标准 再加上它在盘整过程当中 是量缩 量缩充满非常的稳定 一点火就往上做冲高 这种都是属于 一非冲天型的一个股票 那从一非冲天型的股票 刚刚提到 它基本上是沿着什么 短期均线 例如说这五日均线 往上去进行走高 有没有 所以它一天拉回 隔天点到五日均线 马上就出现第三天的上涨 这是所谓的一个 主要是 一非冲天型的股票的买法 好 老师我稍微插播一下 因为这个3.47亿很少 因为3.47亿你就把亿改成万 万嘛 就变成大概 3万4千张 只有3万4千7百张而已 对 市场上3万4千7百张很少 对 很少 因为那个一张是1000股 对 一股10块钱嘛 对 一张就1万块钱嘛 对 如果是面额来讲的话 那亿除以万还是万 所以3.47亿就3.47万3 很少啦 因为还有大股东要持股 他不会卖 所以老师说一非冲天怎么样 拉回就买是不是 对 买黑就买 没错 我想问江江老师 因为江老师他也是技术现行大师 是的 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有没有 乱扯 胡扯 还是觉得你有更好的买法 一非冲天 非常非常的精准 精准 所以这些股票 一拉回就要买 好没问题 老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老师他也认同你耶 像昨天 这个江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就是看大做小 是 的确这次有非常 这次的台北股市 有非常多的中小型股 都是属于这种 所谓一非冲天型的 是 例如说像3675的德伟 好德伟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一下3675的德伟 看到K先到昨天的方式 好 一非冲天 都是点一个黑K就上去 点一个黑K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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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次有非常多的这种 所谓这个小型股 都是有用这样子的走势在上去 好 来看一下 所以谢老师告诉我们 一非冲天 马上试用 好我们再看一下 N字型的 没有继续继续 哇北极星也是 北极星也是 一黑就上去 一黑就上去 OK 那当然之前也是有类似 刚刚所谓的就是 量缩 然后横盘整理 然后一出量 就往上做攻击 老师如果有股票 就是 一黑 然后又黑又黑 黑黑黑 怎么办 黑有黑 黑有黑 这时候就要卖股票了 卖股票 为什么画面 做卖股票 为什么画面可以牙漆 叫卖股票是不是 对叫卖股票 虽然这种黑 下颗接下来是红 连三个也不行 黑黑黑就不行了 对 像这种就是属于一千黑黑 可以 管它山高 水野生 那整个山就高了 好不好 就不行了 好像这种就是 当时的一个北极星 短线上面出现拉回 那没有再出现这种 所谓爆炸量下沙之前 基本上都还是有 往上最后走高的机会 好 这是北极星药业 我们来看下一个 来 好 再来就是属于进入到 第二类型 就是N字型的 那这边举的例子是 3105的文貌 OK 那这边就像 咱刚刚这边讲的 多头趋势里面 要出现这种 所以波段性回挡 通常 不太容易见到 那尤其是这种 强势的股票 所以只要它在这拉回 大概回测10% 到15% 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 稍微做个止跌 这时候很可能 就会 有机会 就会再往上做走高 那如果说回到 20% 以上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 套牢的筹码 可能就已经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再往上去做走高 或者想要再去过前高 它难度就大大增加 所以一般呢 这种所谓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阻力 它通常不会让这个股价 拉回的幅度太深 就是它会洗盘 会甩叫 会让你下 会让你下跑 下跑是要吸收你筹码 可能吸收筹码也不会吸收太多 不然没力了 吃太多 所以它大概只吃到 10%到15% 它就会拉起来了 因为反而 它就会变成卖压了 我每个东西都卖 我也买不起来 好不好 所以这种一跌一跌 跌到10%到15%的买法 这个就要注意一下一点一点买法 这就N字形的回档 要记得没有 像这个 这是像这个文茂 从第一波上涨的高点162.5% 大概算一下回档10%左右 大概低点是145% 那这边其实这个幅度 就是10.8%而已 然后止跌完 就再往上做就走高 然后碰到短线上面的一个 仿锤线的高点174% 然后再做一个整理做拉回 这边低点是154.5% 算一下它的回档幅度 也差不多就是10%左右 但是它这样子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边拉边洗 边拉边洗 整个波段涨幅 已经高达28.2% 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N字形的一种个股 28.2% 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拉回买拉回买 是每次都有三次的时间 是 N字形的买法是 老师 这边讲 一跌一跌就买法 一跌一跌就买法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跌百货不见了 我们看下一个 来 下一个是4968的利基 也是 1 一跌 钞票一跌又一跌 对 一跌一跌就 真好 这个反应真快 谢谢你 来 因为我去一跌百货的时候 钞票就一跌一跌 就不见了 没有人开玩笑 买回档15% 来 高点306 拉回回车低点大概306 这样算一算大概就15% 然后马上就止跌 就在往上去进行走高 通常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去讲说 如果说这场股票每一次拉回 大概就只有10到15% 就代表其实可能 它的阻力是还没有走的 阻力还没有放弃之前 它基本上都还有在往上去做一个走高的机会 这个是在这个利基的一个部分 好 那最近我也发现另外一档个股 大家应该也是很耳熟能详 就是2201的育龙 是 对 育龙这一次可以发现到 它在整个 一涨 好来从这边 往上走走到这个高点 然后再划下来 对划下来 好再往上再走 就这个15%就要买了 对 刚刚才10%多一点点 就可以了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跌一跌买法 买在N字形好不好 是 好就是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来 好 再来就是比较偏中大型 大型股的一个买法 中大型 很重要 阶梯是上涨的 这边举的例子是 2303的联电 股本大 所以通常就是不太容易会出现连续性大涨 但是它这边拉回去 我就回测到前波高点的时候 反而就可以去留意它的这个买点 像这边往上突破之后 回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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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地方 刚好拉过来对到哪里 对到刚好就是前波段的一个高点位置 是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守住前波高点再往上做走高的 就是属于 这种所谓阶梯式上涨的一种个股 是 好 阶梯式上涨的个股 好不好 那老师 这个是只有三种买法嘛 就是阶梯式上涨 个股嘛 就拉回买进到前高的时候就是 这边前高嘛 对过去拉对 对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很关心的台积点 阶梯式 阶梯式 过高突破之后拉回 放大放大放大 这都全值股嘛 对 过高之后拉回回测 刚刚点到什么 因为全值股是不可能一飞冲天的啦 应该说机率很低啦 应该说机率很低 对比较难 所以你就趁着拉回前波的时候 阶梯式 拉回前波的时候买进 对 回测前波高点的时候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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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测前波高点的时候去做买进 是是是 好 这是我要跟谢老师 我想问雅琪老师 因为他有三种 一飞冲天 适合小型股的 还有什么 N字形的 一跌一跌回到10%到15% 还有就是说这个勇者无惧 拉回到前高的时候 那个要搞阶梯型的标股 前高买进 老师你比较喜欢买哪种股票 你觉得比较适用哪一种 或者商户朋友们 你觉得小型股 还是大型股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跌一跌 当然最喜欢的是一飞冲天啦 一天就能往上飞 一天就能往上飞 我其实我也喜欢大型股啦 好不好 那我想说一下 问一下江江老师 你觉得这三种 你觉得哪一种 还是你觉得都不错 就看什么股票 我今天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有新的一个发现 好 我会去花时间去观察全职股 比方说台积电 是 有没有出现阶梯型的上涨 如果有的背景下代表它是多头嘛 对 然后我去专门去挑选N字形的股票 哎呦 要告诉你答案了 对 先看有没有 还是这样看大做小 对 看大做小 看大做小 所以一样用这个 大型股用阶梯性的 来确定 有没有一阶比一阶高 一阶比一阶低就惨了 好不好 然后去N字形的买法 老师比较喜欢 比较就是 慢慢买慢慢买 因为散户朋友最喜欢买10到15% 是 这个喔 一般散户喜欢买 可是怎么样 他都看这个 买这个 他看这个 因为他不敢买啦 他只敢买回答15%的 他不敢买 你就要买他也是不理你的 是 这个要了解自己 好不好 我真的说没错吧 所以学到江堅老师讲的 你会看这个买这个 好不好 想太多 因为不敢一飞冲天 叫你回答你也不敢买 至少回答15% 谢谢老师 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谢谢 烂青标果三大展向 你如哪你有学到东西吗 有 学到很多 我去有学到 我也学到很多 我也学到很多 所以如果买下73点 真的这个不错 三大展向 如果买下73点 这三个我们都学到 一飞冲天 恩字型 还有阶梯型 哇我学到东西 所以同志 如果你有学到东西 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好 按赞留言 疯狂股市福利社 每周周五晚间8点上线 135解盘影片 245教学影片 最闪况 谢光临 让你的财富费费费物 蛇蛇 though 救救我 救救我 忒 collective 哦 你可以这么激动 不要激动 我不是你ancle 我不是你救救啦 怎么救救你ain 因为排骨 现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来顶啦 所以我学去 要千斤顶啦 我觉得真的很 going Favor 怎麼財富只有誰能對電告訴我 連體他不要靠氣外錯過 怎麼大腹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耶 沒有那種原因 真的有一個空板 這真的很是空板 真的有一個 噢呆 它這什麼褲子 完全蠻合結束在變智 Exactly 我自己想告訴你 最最高 少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最後還是多少 謝謝光臨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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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